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中山的火具開發區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陽神片區 我身後這個地方就是德能湖公園 我講一下我對火具開發區的一個印象 我對火具開發區的第一印象 就是它在中山的GDP排名就是第一 但是它的環境面貌則比不上其他城區 原因就是火具開發區不是主打居住環境 而是以產業為主 我對火具開發區的第二印象就是它的人口密度大 原因就是它的產業多和工廠多 亦都在後期 它都會有陸續產業和工廠進入這個火具開發區 這樣的環境之下人口越來越多 火具屋的一個流通性都會大大增加 我對火具開發區的第三個印象就是它有政策支持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產業和工廠 落戶到火具開發區 是因為政府對中小企業 甚至是大型企業 都有各種的補貼 以及開綠燈的情況 所以會吸引很多產業 進入火具開發區 最近就有很多朋友關注這個火具開發區的 太陽神片區 太陽神片區這個地方可以說在火具開發區當中 是適合居住的一個地方 因為火具開發區會有很多 工業區甚至是工廠區 甚至是會有一些 環境污染比較嚴重的地方 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關注這個太陽神片區 是因為它有一條廣州的18號線 地鐵的延長線 其中有一個站 是到達這個太陽神片區 那麼太陽神片區 這個地方值不值得我們去投資 我個人認為因為 區域的定位不同 火具開發區的流價 是會有上限的 因為火具開發區的左右兩側 即是 奇光新食以及馬鞍島 所以 火具開發區這個地方 是會被另外兩個地方一直 壓制住 那麼為什麼火具開發區會被壓制住呢 原因就是火具開發區的產業 不夠高端 它工廠居多 然後高新產業是比較少的 第二個 就是 它的一個配套設施 是不夠奇光新食以及 馬鞍島 那麼原始 那麼高端 第一個 人群 火具開發區的 大多數人群 是會以 基層人士為主 收入普遍不算高 第二個 就是定位 火具開發區的定位是不夠 其光新食以及馬鞍島 那麼好 因為 其光新食以及馬鞍島的一個規劃 是全中山最好最新的 它代表著中山的一個 城市面貌 和一個 對外的一個倉口 從目前來看 因為有地鐵方面工作 所以在 未來的5至10年時間 火具開發區有可能 成為 其光新食以及馬鞍島的一個住宿配套 買不起 其光新食和馬鞍島的樓 租不起 其光新食和馬鞍島的樓 就會選擇在 火具開發區居住 所以我最終的觀點 如果火具開發區的樓價 是越來越接近 東區和馬鞍島的樓價 就會有一定的風險性 我簡單舉幾個例子 例如博愛七路上的 上東、澳峰、華雄 等等屬於火具開發區的樓 它的售價是在2萬元左右 再看回太陽晨片區 它就有很多樓價不同的樓 現在最貴的樓盤就是招商雲林府 賣的價錢就在16000至2.10000這個區間 太陽晨片區 它有很多低價錢的樓盤 例如 劍法新耀廣場 賣9000元左右的無闢樓 例如 雅居樂的南溪半島 賣1萬元左右的無闢樓 再看回健康花城 現在賣的 精裝樓 是在1.2-1.3萬元 再看回一個 月秀建法曬月 就在賣1.4-1.6萬的價錢 所以 整個太陽晨片區 它會有 很多 不同的 低價錢樓盤 這個地方 你們認為它值不值得投資呢 我們看招商雲頂府 它賣的價錢 你覺得可否接受到呢 它就是在賣奇光新神以及馬鞍島的價錢 你會不會接受到它的價錢呢 以及這個太陽晨片區 你們怎樣去看它呢 究竟多少錢 入場這個片區 會比較好呢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